大家好 最近有观众WhatsApp 想找List的楼 如果是List的楼 一定是LS17 LS18 LS27 这三区是最好的 其中以LS17 和LS27 最受香港人欢迎 为什麽? 因为这两区治安号 和下网是非常好的 List这么大 其实有很多地方都很便宜 如果是两房 便宜的 便宜了 如果你去到富人区LS17 其实两房 起码都要26-70,000 上星期有几层楼很便宜 就是两房的Semi Detached House 它的开价是21万磅5000 我想有这麽大只夹带 那就先看看吧 谁知道不看油自可 一看就下一条 为什麽会是这样的反应呢 大家一会看完影片就会知道 除了Lion哥团队在英国业务的抗充 现在的公开招聘 Bankham Wedding Milton Kings 伦敦 Bistro 和苏格兰的兼职的职位 有意者可以跟我们联络 联络的WhatsApp号码 就是 794-6633-168 大家好 我是Lion哥 我的YouTube频道 与大家分享英国的楼盘 和移民英国的资讯 如果大家看到有广告的话 请帮忙看 请帮忙订阅分享给朋友 还要按旁边的钟 我一有新片的时候 就会第一时间通知到给大家 我已经送出了 这个移民英国电子书的第一冊 第一冊的内容 就是由你计划移民 去英国 写到入境英国为止 如果大家还未有的话 可以加入我的WhatsApp群 或群租楼 WhatsApp号码 就是 794-6633-168 到一万个订阅时 就会送出移民英国电子书的第二冊 这一冊的电子书 是由你入境英国的延组 例如在英国租楼 和买楼的过程和技巧 税务 开英国公司 如何找学校 在英国生活的花税 希望大家帮忙多些分量 和推荐给朋友 而移民英国电子书的第二冊 现在开放给观众 广告赞助 有兴趣的观众 可以WhatsApp联络我们 最近英镑大跌 很多美国人和香港人 觉得是英国买楼 很多时楼盘在拍片之后的几天 就已经收出了 推出的太老片 大多数是过几星期前拍的 所以经常出现有观众查询楼盘时 这个物业已经收出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决定建立一个8月的群发群组 就是Lion哥的英国楼盘速递 把拍好的片 第一时间给我们潜在的买家 WhatsApp号码是 加44-794-6633-168 有兴趣的买家可以加入这个群组 我看未入屋看之前 看看ForePan 从ForePan看到 如果你第一走进去 左边就是一个 Living Room 走前点 有一个隧房位 其实隧房位都是小的 其实我认识过 很难放到一张饭桌 放一张小的 所以饭桌 唯有放在Living Room 就上到一楼 一楼 现在你看到图 有三间房 但其实原积 应该是两间房 它是将Warm 1 就选了一点 我们做到一间房 一会儿大家看片 就会看到 这层楼有什么问题呢 这层楼主的问题 就是用碩屎做的 碩屎有什么问题呢 一会儿我的影片 也有说了 我现在先去片 让大家看看这层楼的质素 看完片我再解释给大家听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一间 在LISC的 LS17 一个便宜盘 这间就是三款的 Semi Detached House 这间房子是超便宜 只是卖21万5千磅 我一样告诉大家 大家为什么会这么便宜 现在我们走进去 这个就是Fundgarden Fundgarden 这里不是很大 这条路 稍后会走到 Backgarden 即是后花园 正门就是这样的 就是比较简单 因为便宜 我们现在走进去 这个Hall走进去 左手边就是一个客厅 而这门 稍后我会开给大家看 就是一个随风位 稍后我们先看随风 先看客厅 看看这些天花 看看旧楼 最重要是看天花 天花应该是没有流水的 厅应该是 8多尺 在这里应该是15乘10 也有200尺 应该是200多尺 不知15尺 这样就好了 接着就走开了 开之后我们看看那个厨房 这就是 这个就是随房位 随房这个是英式的设计 比较简单 和比较旧 业主留下的这些暖楼 其实大家都不需要 因为今年也不太冷 随房就有个7号烟机 这个7号烟机 我一会看看是否抽出来 应该不是 通常英国人都是装架构 今天有个明科煮食楼 其他电器就没有留给你了 冰箱和洗衣机 大家要自己自制 随櫃 随櫃我觉得是少的 如果大家买了 都是要自己再做些 好了 随房就是这么大 它有个特点 这个就是刚才那个 这里就是有个储物室的 储物室的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稍后大家看看 特点就是 包装放在厕所前面 都省位 但是就好像 古灵精怪 而且这个也是一个 有没有灯 这个也是一个黑尺 大家应该都不太喜欢 好了 这里就应该有道门 好了 道门还没得 我们一会 我们在外面看看 去走出后花园 或者我们已经走出后花园 走出后花园 后花园就不大 只有这么多 还有大家都要整理一下 其实我认为 三个月前搬走 他只是剪过一些草 这些什么草 这些树枝 都没有修辑过 看看隔壁 隔壁比较好一点 大家拍到 还有隔壁有个屋 大家可以买一间屋 放在这里 我们先走出去 看看这家屋的背面是怎样 这家屋的背面 我在这里我讲一讲 为什么这么便宜 大家看不看到有什么分别 它不是用红砖建的 而是用石屎建的 石屎建的 我一会儿在介绍影片时告诉大家 大家用石屎建要留意些什么 现在进入房间 经纪主持人想催我走 我们现在上一屋 看看三间房间是怎样 I go upstairs OK Thank you so much 现在我们走上一楼看看 一楼我估计是原整两间房 但是它就这样 这里隔了一间房 大家可以看看这间房 这间房真的很小 看看有没有灯 这里有灯 开了灯 这间房子也是不够光的 这间房子勉强铺了一张单人 可以有一张单人床 这间房子不看 我们看看主要大两间 这间房子是主人房 我估计是 这间房子是主人房 我估计是 看看有没有流水 大家看一看 稍微看看 天翻没事 没事没事 没有水积 这些旧楼一定要看天翻 有没有水积 否则 浴室上可能有些问题 大家要维修 这间房子 我先拍一拍的面积 这间房子大约 八人七 不大 那就弄了一些衣柜 好了 看看第二间房子 第二间房子的景观 就是看回 后面的花园 这间房子 和刚才的房子 差不多 只是小一点 我估计这间房子 都是八多尺 先关上眼灯 这个就是厕所位 厕所 厕所也没有流水 在地面 地面是造了这些 应该是胶脊 我们叫做绿色 不是一些有木地板 如果大家是买的 我个人喜欢用砖 今天用砖 如果大家做厕所时 记得做防水 英国一定没有做 因为下面是地板 如果大家要做防水 如果大家要整理厕所 浴缸设计 如果英国人很喜欢 就是有这样的位置 擋一擋水 不要撕出来 因为你始终这块地 是浸水的 这是一般设计 没什么特别的 我今天影片 都拍了六分多钟 差不多了 拜拜 各位 现在是两点多 现在学生开始放学了 我先拍一拍摄的环境 大家看到这些屋 其实我都觉得很奇怪 真的是石屎 我再拍摄这间砖 砖是特别不同的 大家不要以为白色还是石屎 因为有时候 把前面的白色东西 其实是砖的 不过最重要是问经纪 大家要看老师 最重要是问经纪 是砖还是石屎的 看看这个范围 都可以吧 LX17是一个富人区 大家不用怕 影片就看完了 我就不会像以前的影片那样说的 如果大家对这屋楼有兴趣 就WhatsApp给我们 这句我就收回 为什么我收回呢 这屋楼我不会推介给大家 主要原因是为什么 因为它是用石屎器 刚才我的影片也有说 如果你是用石屎器 你的水泥是stand for 50-70年 所以你除非是cash buy 不然你买银行是借不到钱的 可能有人说 我大把钱的我不介意 我照买 没问题的 你照买 但你下一手你是不是永远不放 你下一手我当你住了10年8年 你走去买银出去 下一手都会遇到问题 它又是上不了会 你的价值就不断跌 我今天拍片的时候 经纪的第一句跟我说 这间屋楼有这样的问题 吓我一跳 就是买楼 我问是什么问题 原来它是用石屎器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英格兰 其实很少楼是用石屎器 不是没有 不过少 苏格兰是非常多的 所以大家如果在苏格兰买楼 就一定要看Home Report 英格兰没有Home Report 没有Home Report 那怎么办 我们再做一个Survei Report Survei Report 看看你做哪个个屏幕 是从一个1屏幕到一个3屏幕 从一个400磅到到1900磅 看看我当你做900磅建构的那只 其实它说得很详细 你的结构有什么问题 那你的墙是用什么器 其实等于你的2屏幕 它已可以告诉你 你的物料是用什么器 大家看看Survei Report 最重要的看看红色,橙色和绿色 橙色和绿色都没有什么 红色那些就要立即努力 但有时候 Survei Report都会客人 因為他沒有交證書出來,所以是紅色 有時他懷疑是一樣東西,所以是紅色 其實你要懂得提,有些東西是寫的 但不是那麼嚴重 講開大家,如果來到英國買樓 真的要找英國註冊的搜尋 不要找阿詹sir,阿詹sir 很多樓都用磚器,大家一定以為是紅磚,其實未必 因為很多時候紅磚器完之後 在外面批一層,好像我今天看這間樓 有一個白色或黃色 但它未必是代表一定是石屎 可能因為批一層,作用就是保亂 所以大家要問經紀業主 或者提及報告,才知道這間屋 究竟是用磚器還是用石屎器 遲些我亦會分享一些裝修的技巧 不是教大家如何裝修 因為我經過手上都賣出了這麼多樓 以及自己又賣過一些樓 裝修都搞了很多 期間遇到一些上見的問題 我會找一集或幾集 跟大家說一下 英國裝修時大家要注意些什麼 我今天的分享差不多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問題 可以在下面留言區留言 大家好,我是蘭哥 我的Youtube頻道 主要跟大家分享英國的樓盤 以及移民英國的資訊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請按LIKE我 請幫忙訂閱和分享給朋友 還有按旁邊的鈴鐺 有新影片的時候 就會第一時間通知到給大家 請幫忙追蹤我Facebook 以及IG帳號 拜拜